战一把坚果乱 碗豆豹不在 所以把的话还是斯文加力的杰克 这个阵容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票 此案加哭泣小丑先知 打杰克 这个阵容打杰克怎么说呢 你说没得打吗 其实这个阵容的上限蛮高的打杰克 但你说有得打吗 这个阵容的容错率不高 就他们一旦倒得快了 或者正常时间倒地 杰克打一波双倒 就杰克稳平真胜 一刀雾刃甩中 没有插刀的 这边的话 雾气加速跟过来 板子硬拍 这波不拍板 你不是说这波不拍板还蛮正确的 这波拍板的话容易被抽刀 杰克下一刀雾刃应该是能打中一刀了 先知这边的话 一刀过板刀打中 nice 10秒钟闪现CD 这个开局基本上求生者已经 这刀雾刃可以 这刀雾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甩中了就甩中了 甩不中柴角 那个雾气静 然后一个闪现带先知走 这 这波先知 预判了一波闪现 雾刀无人 可以 整个击倒节奏是一个杰克宝平真胜的一个击倒节奏 因为外面的哭泣小丑和三家 其实在这局的过程当中 他们没有什么时间来OB的 就他们来OB密码机就一定不够 而面对一个杰克呢 你过来OB杰克有误认的 那双刀把你带了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局其实外面的坚果乱也好啊 这边三家也好 只能老老实实修机子 他们不能过去的 过去了 说实话啊 过来了这个局就是偏多抓 你们信我 这个局不能过去 就只能老老实实修机子 追双刀 nice 这波双刀没追上呢 杰克的一面要掉很多很多 骗一波红光 等一下 等一下 这 这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博命快结束了 这仙知而且不会 吸个鸟什么的吧 看一下这边好像 慈安家有没有想法要救人 这波呢双刀双刀没追到 仙知还让他溜了一会儿 但密码机始终是不够啊 密码机始终是不够 就现在现阶段的话 我觉得穷者来救一波 然后尝试一下帮忙扛刀掩护吧 因为这个仙知有可能能吸出一只鸟的 然后仙知有可能吸出一只鸟的 这边 用命的位置暴露 骗他交护币 交完护币以后再出这一刀 应该这样子 对吧 这个位置压住 哎 漂亮 你不交这个护币那行吧 我压好位置以后一刀为了带你走 追一刀密码机不够 拥兵倒地 慈安家这边死宝呢 保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因为你要等到保到什么 保到这个仙知吸出一只鸟 保到这边坚果乱 密码机修完开着火箭过来 把这台机子补了 那黄花菜都凉了 这边是选择稍微保一波 走了去修机子 这边要把拥兵状态补起来 一刀仙知吸出了一只鸟 诶 珍吸出一只鸟了 珍吸出一只鸟 我觉得咱家这边把那个灯 双灯一补 三灯 三连灯 三连灯可以啊 三连灯这个仙知走了呀 没走 我以为仙知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没想到仙知在这边 一刀好的 实体刀 仙知这边拉开 坚果乱来了 傭兵那边教自己在补机子了 杰克这把不好说了 打到现在这个环节 这不能翻车了吧 这不能让坚果乱 坚果乱这局就在修机子 对吧 啥都没干 你不能让他躺赢嘛 这哭泣小丑 S2哭泣小丑 我也能打呀 不就修修机子嘛 不能让他赢啊 所以傭兵有点问题的 这波其实追傭兵有点问题 因为杰克这边 他并不知道密码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进度啊 所以他这边选择过来管机子呢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波追 追这个傭兵呢 他意味着外面的剩下几个穷者状态都能补好 补好以后呢 他们就可以起新机子 这个仙知是不暴露位置的 这把还是这个仙知的一个个人操作做的不错 但仙知吸出的那只鸟太关键了 现在的话 穷者那边其实只需要 子安家一个人压在那边这个点 然后哭泣小手外面起台新机子 这个仙知不要动 仙知什么事情都不要干 他去摸佣兵可以 仙知摸佣兵可以 这个仙知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不暴露自己的位置 不暴露自己的位置就可以了 外面的话起台新机子 哭泣小手立马起新机子就行了 不过这边的密码机 形成了一个半场的三连 但也得修 中间那台我觉得都可以放弃了 就中间那台放弃了 两边各修一台 对 哭泣小手那边修一台 然后那边子安家也修一台 对 他们这打的怎么那么好啊 这把打的有点好的 他们那个选择很清晰啊 跟开黑的一样 飞轮 傭兵还可以翻翻箱子 慢慢打好了 两个人都没有上过挂的 我卡了 什么我看着你交飞轮的 我卡了 找什么借口 明明就是飞轮交 交早了 这波打完 哭泣小手倒地 捷克他得挂 他得挂 没办法 这个哭泣小手一定得挂了 不挂没节奏了 傭兵那边翻出道具 子安家那边机子快修完 挂上以后也传不了了 挂上以后也传不了了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谁来救人吧 傭兵来救人吧 这傭兵 这傭兵怎么是个交自棋啊 这个傭兵交自棋有点亏的 他是 他是前面一波交过自棋了吗 还是这波 这波先知跑过去的怎么交自棋了 这样的话先知天门 参加压击 傭兵过来 有香水 拉球 一刀误刃甩 虽然说穷者是把局势盘活的 但这个局并不说一定就已经多跑了 这个局还是有那个 保平的可能性的 对啊 我这边比如说跟傭兵 哎 对 傭兵是把倒地的 密码机点亮 密码机点亮的话 三秒钟误刃 三秒钟误刃一刀抬了 这个傭兵 傭兵是个交自棋 踏了 踩脚进一身 直接传 传过去 先知那边是个挂飞 nice 找到先知了没有 找到慈安家 慈安家的话手里有飞轮 这慈安家其实还是有比较强的 那边 坚果乱 莫庸兵 这慈安家没上过挂 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这波傭兵状态补起来 场上还是个三活口 杰克这边要守着 他得排到先知 这把杰克才能够确定是一个平 然后有机会增胜 但这个先知排不到的话 这先知去把慈安家一捞的话 四活口 四活口 看见傭兵 摇了块怀表 这把优兵的道具香水球怀表 杰克不打了 赞